大家好,今天来著名的华人区Arcadia宴一个新房 咱们来看看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很高兴和大家又见面了 这个建筑商一改往日的风格 有些地方做的还是不错的 像这个Waterheater,它用的是那种又大又厚的 视频里可能看着一般,但实际上真的很大这种 另外就是它这个车库门一般的Master都是吊在天花板上的 它这个是装到侧边的,这个也是比较少见的 这个买家是喜欢研究的人,自己做了大量的工作 所以整个过程是比较顺的 这里就是它的电箱,太阳能,还有太阳能的开关 所以这个房子是有带太阳能的,这个都是已经装好了 而这个口它是接像Tesla的这种电车的一种充电口 这些都是预留出来的 另外在车库还有这种口 这个地方是通下水道的 所以如果堵了的话,直接从这里伸设备进去 就可以通了 现在我要绕着房子转一圈 然后看上面的Ring Gutter 就是它这个接雨槽,是不是都已经装好了 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虽然洛杉矶一年只有一两个月下雨 这个是一方面 另外我们要注意房子周围的管子 比如说就是热水器的卸压阀 还有其他的这种接口 都有没有被正确的安装 另外呢,像上面的比如说烘干机的这种排气口 抽油烟机的排气口 这些都要注意 看它是不是有去装 另外呢,比如说我们绕到房子前面 有一个空调的第二个排水口 因为空调第一个排水口是接到二楼的卫生间的 如果堵了的话,那么水就会从这个地方出来 所以呢,这里也是我们要注意查看的 它这个天花板呢,这个drywall呢,有被打开的痕迹 但是没有被正确的修补 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标记出来了 开发商呢,他会去处理这个问题 另外呢,像车库门 有没有正确的这种排雨口 排水口,我们也是要去观察的 现在呢,我们进了房子 首先呢,我们会发现上面这个灯 它合得不严,有缝隙 像这种小问题你就尽情的提 因为是新房嘛,开发商都会满足的 另外呢,我们要看它的下水口后面有没有漏 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我们把水放满 然后一次性打开,让它快速的排下去 这个时候呢,要用一个干的手去试后面有没有水的痕迹 另外呢,检查马桶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马桶的这个出水口 它跟这个放水的开关 有没有就是说比它要低 因为呢,一旦它这个阀门坏了的话 它水会溢出来 溢出来的时候,如果高的话 那个水就会从那个开关那流出来 所以很多地板都是这么泡的 另外呢,这个窗户 每一扇我们都要试 就是看它是不是顺滑 因为有的时候比较紧嘛 另外呢,每个门下面的stopper 它这个还上面还装了一个stopper 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事情 这样的话呢,就是它是双向受力嘛 抽油烟机呢,我们检查它的排气管 是不是排到外面去 另外呢,像这种电气 每个火头 我们都要试它能不能正常的工作 甚至它的烤箱的灯啊什么的 这些都要去检查 在橱柜这方面呢 我们主要是看它关的严不严 然后有没有掉漆 或者有没有划痕的地方 并且呢,我们要打开试一下 看它是不是顺 所以这个是个比较细的活 大家不要怕麻烦 另外呢,像这种洗碗机都要试 水槽底下呢,还是一样的 要检查它的漏水 有没有生锈的痕迹 有没有泡过的痕迹 另外,它的打碎机 是不是正常的工作 还有洗衣房啊 这里面的有没有正确的安装 这些只是一部分验房了 就带大家看一下过程 谢谢